这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男人会隔空杀人 凡是被他划过的人 第二天就会死于非命 这次胡子哥明目张胆地告诉警察 下一个死的是一家医院的院长 但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话 只认为他在胡言乱语 并将监狱大门锁的死死的 且派出狱警对他严加看管 可隔天郊外真的出现了一具尸体 警员们采用电脑3D技术将烧焦的头骨进行比对 发现死者正是胡子哥所说的院长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媒体争相报道 难不成胡子哥真的有什么超能力 但首席法医小美却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胡子哥明明在监狱 又怎么动手杀人呢 除非他在外边有帮手 于是小美让警察们带胡子哥进行问话 自己则在电脑旁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说到帮手时 胡子哥只回答了上帝 也正是这句话 让小美起了疑心 要想帮助胡子哥犯罪 那么此人一定经常出入监狱 和他有所沟通 可是 胡子哥并没有亲人 唯一的老婆大美也在四个月前出车祸死了 不过 确实有那么一个人经常出入监狱 并不会引人注意 那就是专门聆听犯人忏悔的神父 小美立即去调查神父 果然发现在院长死亡的前一天 她在没有祷告任务的情况下 偷偷去了一趟监狱 当时她和胡子哥交谈了一个小时之久 而且在她离开之后 胡子哥就开始在墙上画画 第二天便发生命案 很显然神父与这起案件 有着千丝万缘的关系 警察局立即动身前去抓捕神父 可刚抓到神父 就被一堆跳舞的人拦住了去人 警察们只好下车去疏散群众 但回到车上却发现 神父已经中枪身亡 神父死了 胡子哥的叫嚣 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日渐 张狂 继续放下狠话 下一个死的 是与院长同在一所医院的主任医生 小美立刻带着警员赶到医生家 直接了当地询问她 是否与胡子哥有过节 医生听到胡子哥的名字时 脸色十分难看 对此闭口不言 还直接把小美和警察们都赶了出去 临走时 小美的手机不慎留在医生家 便折回去她 却看到医生拿着手机 焦急地发着什么信息 不过小美也没有过多停留 然而 小美刚到楼下 就听到一阵枪响 众人急忙跑到医生家 果然 医生被一枪毙命 此时 窗户上闪过一个人影 警察急忙追了出去 可为时已晚 凶手已经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 经过这一次的交锋 小美也十分确信胡子哥的同伙 并非只有一个 虽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但小美凭借自己的机制 很快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为啥胡子哥总是逮着这个医院的医生杀 难不成有什么特殊原因 经过多方追查 小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院长曾经给胡子哥的妻子 大美做过手术 四个月前 胡子哥正开着摩托车 载着大美在街上兜风 突然 对面伸出一只手撕死 拽住大美的脖子 将她狠狠地摔在地上 胡子哥上前找男人理论 却因打人被关进监狱 而大美重伤 被送进医院 但奇怪的是 大美明明受伤的是头部 为何是负责心脏手术科的主任医生 来主刀呢 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必须开关验尸 大美进行尸检 可小美还没来得及开关 就被四个盗墓贼 抢先一步 不过幸好被巡夜的警察发现 才保住了大美的尸体 第二天一早 小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查 然而 打开大美的胸腔的那一瞬间 小美惊住了 大美的心脏不见了 很显然 这是一场黑暗的器官交易 因为移植的心脏 需要在四小时内 从活体中取出 如果大美在遭遇车祸时 当场隐命 心脏根本就不可能被移植出去 除非有人在她车祸中重伤时 偷偷将她的心脏取了出来 同时 小美大胆猜测 当时大美本来是有救的 不过 被院长看上了稀有的心脏 隔空杀人案牵扯出医院 买卖器官的黑幕 警长只好下令对医院进行彻查 果不其然 死去的院长和医生 正是贩卖团伙的核心成员 而胡子哥早就得知 大美的死是一场阴谋 于是 他便联合大美的养父神父 制造了隔空杀人的噱头 让警察将注意力都放在胡子哥身上 神父则撕下去杀人 可万万没想到 犯罪团伙害怕事实被揭露 就派人去解决神父 但神父已死 命案却仍在继续 胡子哥的第二个帮手究竟是谁呢 就在小美和警察极力搜查时 医院里一个脸部被烧焦的护士 引起了小美的注意 一个月前 护士被硫酸烧伤 而躺进重症监护室 但巧合的是 这个护士曾经与院长 一起参加大美的手术 与此同时 小美发现 院长死之前身上也被人泼了硫酸 于是 小美决定以护士为突破口进行调查 却发现护士的父亲 正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王大爷 小美猛然想起自己 在医生家闻到的烧焦味 与停尸房的消毒味一模一样 没想到 自己的得力干将 竟然是内鬼 小美并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去找了护士 询问她 王大爷 为啥要帮胡子哥 可护士的喉咙 已经被烧伤 说不了话 小美只好让护士看着字母 点头眨眼 护士告诉小美 三个名字 其中两个是死去的医生和院长 护士还告诉小美 大美的车祸并不是意外 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谋杀 原来 早在大美去医院产检时 院长得知大美的血型是熊猫血 恰逢 有人出2000万美元购买熊猫血型的心脏 于是 院长不顾大美 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杀人偷心 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 护士便打算取证去揭露他们 却没想到 被院长逮了个正着 还被破了一身瘤酸 而王大爷得知这一切 便加入了胡子哥一派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小美将这一事实告上法院 重新调查 大美的死 却没想到 法院以隔空杀人案终结这场案件 原来是医院的理事长白发叔 一个超级大富豪 也正是医院非法器官贩卖的主导人 他害怕事实真相败露 便派人干掉神父 并雇用盗墓贼挖走大美的尸体 还收买上级高官 找到警局警长 谢了他的职 且当面告诉警长 自己就是幕后凶手 可奈何有钱人的保护伞大到离谱 警局也只好不了了之 这晚 白发叔正开车回家 后座椅上却出现一个人 正是王大爷 等他再次醒来时 王大爷正在磨刀 准备给白发叔来一场开膛破肚 见状 白发叔急忙求饶 可王大爷根本就听不见去 突然 白发叔的凳子被人踢了一脚 恍惚之间 白发叔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庞 正是法医小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 大美和小美 是一对要好的姐妹花 两个月前 小美正在给学生上检刨课 却看到一份尸检报告 上面的名字正是大美 小美一眼就看出尸检报告上错动 摆出 她经过多方调查 才查清大美的死亡真相 她本来是想联合护士 将这群贩卖器官的人一起送进监狱 却没想到护士 被发现还被泼了一身硫酸 这下 彻底无法将坏人绳之以法 于是 小美便联合胡子哥等人制造了 一起隔空杀人案 让胡子哥在监狱里画人像 神父则负责传递消息 将噱头做充分 之后再派出王大爷去杀院长 将他浑身撒满硫酸 并放火烧掉尸体 再将隔空杀人案泄露给媒体 引起舆论的轰动从而倒逼 事件重新进行调查 可没想到神父突然死亡 这彻底激怒了小美 她决定亲自动手杀掉医生 先是击中医生的痛点 将警察都赶出去 再趁自己回去拿手机的时候 用消音枪杀掉医生 并将定时录好的枪声放在医生家 等到警察赶到现场时 再有王大爷假扮凶手 自己趁机拿走录音机 完美制造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最后通过护士的指认揭露医院的黑幕 但没想到 有钱的保护伞如此不大 小美只好将富豪榜来亲手 将她开膛破度 电影的最后 小美由于计划天衣无缝 并没有被警察抓到任何把柄 胡子哥也被释放了出来 这里是北伦讲电影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